歡迎收聽新時角聽新聞 近日天津出現本土Omicron確診病例 當局管控升級 天津市民擔心封城開始囤積各種生活物資 各大市場超市湧現搶購人潮 一些超市貨架被一數移空 天津新增確診病例 並發現本土的Omicron確診病例 1月8日天津市津南區實行封閉管控措施 該市從1月9日開始進行全民核酸檢測 天津市民非必要不能離市 暫停跨省運輸 全市校園實行封閉式管理 由於擔心封城天津出現恐慌性採購潮 市民紛紛搶購各種民生物資 官方頻頻放話表示物資充足 但根本沒有人相信 大批市民紛紛湧入新鮮市場 超市 菜市場等搶購貨物 天津紅橋區張先生1月10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9日基本上到中午12點鐘 菜都搶光了 他說 9日搶東西就好像以往過年那樣 人很多 我樓下的都是菜店 主要是搶菜 買肉都要排長隊 早上8點多肉就已經賣完 超市又賣葉肉 很多人排隊 到了晚上 連超市都沒有了 天津津南區爆發疫情 俊南區居民楊女士1月10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都不給出俊南區 第二些區也不給過來 我們這邊周邊小區還沒發現有疫情 有疫情的小區都封了 太沒人性了 他表示 前兩天發現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去搶菜 天天搶 搶光了 主要是搶菜 好像我們這樣都提前買了很多 今天我先生去了菜市場 都還有些菜 楊女士指 整個天津全部停工停貨 我兒子 媳婦和孫都停工停貨 主要是小孩多 輔導班裡感染的 具體如何感染就不清楚了 楊女士認為 大陸的人有勞性 仍是比較服從 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抗 網民上傳的影片顯示 天津市駿南區多間新鮮店鋪的門口 市民排長龍等著入店搶購物資 一個被封閉的小區內 居民在圍牆內排隊 向圍牆外的新鮮店老闆遞錢買菜 《笑相神報》1月9日報導 二階花園小區的一間新鮮店負責人說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我們店鋪要馬上關門 現在店鋪基本上都賣光 只是剩下一點薯仔 什麼時候關門 仍要等統一安排 除了新鮮食品 市民也大量採購日用品 一間超市負責人表示 糧油、飲用水和廁紙這些日用品 基本都已經賣光 現在超市裡面還有13包米 我們自己留了3包 等一陣就會賣光 現在管控好嚴 我們要關門 要買什麼只能由一個窗口遞出去 一個一個來買 陸媒報導 多名天津市民表示 大家擔心社區封閉管理 9日上午的賽市場和超市出現了搶購食品現象 家住西清區的樓女士9日早上7點多前往賽市場買菜 表示 裡面已經人山人海 摸出來時 外面的隊目測已經有200米 近期西安市封城 當局也不斷叫話表示物資充足 很多民眾因此沒有在封城初期購買足夠的物資 之後因管控升級無法外出採購 造成生活物資短缺 過著如饑荒般的生活 網民表示 物資充足 物價平穩 不會封城 千萬不要相信 西安就是這樣 聽政府的話 最後就挨餓 人出不了去 快遞進不了來 物資充足又有什麼用呀 西安的後果告訴大家 誰都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天津網民表示 疫情下的天津 一整天就被疫情推住走 早上團賽採購 中午開始排核酸 搶購開始了 賽市場前的十字路口已經塞死 買菜的隊至少百米 回程時看到很多東西已經搶購一空 不聽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西安教育了天津 由於天津靠近北京 因此各界關注下個月初在北京開幕的冬季奧運會會否受到疫情影響 1月7日至9日 天津通報40名陽性感染者 其中已有24人確診 當中兩名患者感染了Omicron變異株 此外 河南安陽市出現的病例也是Omicron變異株 官方稱該病例與天津市津南區屬同一傳播鏈 感染來源為去年12月28日從天津市津南區回家的一名在校大學生 根據官方最新統計 此輪疫情1月8日至1月9日24時 安陽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為26宗 由於中共慣於隱瞞疫情真相 因此官方的數據被受外界質疑 以上節目內容為大紀元記者洪玲、許孟兒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